直接开始 然后现在应该有很多的一些网友们进来了 直播间的大家可以尽情的互动 我们今天晚上的会互动前十的呢 会送出爱奇艺的月卡 然后也可以尽情的向两位老师提问 关于剧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 向两位老师提出自己的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就先欢迎一下 王一博老师和王阳老师起空降直播间 OK 心里很多人了 两位老师要不要先跟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一博 大家好 我是王阳 在追风者中扮演沈涂南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一博 在追风者 一博扮演沈涂南 好 欢迎师徒俩 最帅的民国师徒俩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看观看 十五和十六集 一博的事情 那这么好的一个徒弟不得救他们 哈喽 那魏若来呢 这一集大概会发生什么 那就完之后 不就得是 聊不上啊 是什么 哈喽 我们看到沈金针已经开始在想办法赢救魏若来了 嗯 第一次这样边看边聊天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可以看根据剧情我们可以回来回来聊这个东西 比如说当时拍摄 哎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事可以直接讲 特别好玩的事就是李沁很逗 哈哈哈哈 怎么逗呢 他有喜感的 我跟一博总在现场会会怼他的 因为他他有的时候他那个 他的行为语言很有趣 我们需要进一步确认 我现在要再次提醒一下进入直播间的网友们可以多多的互动 有什么关于剧情点的想需要问我们两位主演的可以多多提问哈 然后互动前十名的呢可以获得爱奇艺音乐卡 好的 我们现在首先呢请两位简单的聊一聊各自的角色好吗 嗯 我先出下位又来吧 就是我自己在看剧的时候 我是对他那个出场特别有印象 就是他去央行去面试的时候 他有露出自己的一个破洞的袜子 然后还拼命的擦皮鞋 那个小细节特别生动啊 感觉这个人的灵气很快就出来了 请问这个这个细节是怎么设计的呢 是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提出我觉得首先为了来这个人物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天使 然后他想要去面试央行 又是自己喜欢想要向往的地方 肯定是说我们能够把最好的一些产现给外人 所以那他没有读别的写字 他只能尽量让自己显得很快 那大家都满意了 果然是艺术事业源于生活啊 感觉这个生活化的小细节加入就显得这个人物很鲜火 那我还想问一下王阳老师 因为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看您穿西装的嘛 然后就是好多网友都表示您需要把西装焊在身上 在这个剧里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西装的造型嘛 有很多这种儒雅的有酷帅的 就是这些西装对于剧情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 好像他是审途难认识的人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关系 这个我们在剧情里面没有特意做过多的展现 其实留的这个神秘的空间 就是为了给大家更多的一些想象 让观众知道其实高手在民间 有些人活得很超脱的 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有可能真正厉害的人就在你的身边 仍然有人天然有天吧 深藏光与明 感觉爷说就是这里面那个扫地僧 是那种灵魂导师的感觉 对他对若来的 所有一些在精神层面的一些引导 其实要即便戏份没有那么多 但却远远大于沈途难 而且爷说的很多话都很有哲理 其实他算是追风哲里面的那种先生中的先生 那其实 其实沈途难也是魏若来的老师嘛 也算是灵魂导师那种 我想问一下就是 对于魏若来来说 沈途难是怎样的一个老师呢 这个可能先请魏若来来回答一下 灵性中的沈途 沈途难是什么样子 开始我觉得对魏若来来说 就能像是偶像一样 然后就像我们的一个 到时候慢慢接触之后 一吃一有吧 然后就算亲人 就像是遇到了这么多多 那也很期待你们后续的一个师生的一个发展 那么对于沈途难来说 又怎么看待魏若来呢 对于沈途难来说 魏若来一定让他觉得 其实可以感受到年轻时候的自己 他怀揣梦想 对未来有期许 对于家国有他的情意 那其实所有这些都是途难 年轻时候身上所具备的一些特质 更重要的是 若来他的能力非常强 智商机力逻辑分析判断 其实这些都可以帮到沈途难 来让自己的事业 或者说自己的一些对于经济上的政策 可以更好的往下去延展 这个徒弟其实是他的左膀右臂 所以是从理智和情感上来说 就是魏若来对沈途难来说都非常重要 那我其实也看到一个片段 就是当时魏若来被打得奄奄一息 然后他对沈途难说 你们不要对这句话 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我觉得那一刻其实抛出师徒之层关系 更多的实际上是两个男人的心心相惜 是彼此的一些认同跟肯定 当一个男人或者君子 肯为你做这么大的牺牲 承载这么多的痛苦 其实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 那看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 那个魏若来在狱中 就已经教狱友们 吃了很多苦的 对 这一段真的很好玩 这一段 一博老师 这一段就拍这段 狱中戏的时候 有发生什么事迹吗 什么故事 就那些狱友们还都挺有趣的 大家一起聊天 然后就是排戏 那 当时我看到 看到说什么 他对那个沈静真说 就是说 就是说 我很 一出来之后就说 我好心疼这个衣服和皮鞋 为什么会首先会想到说 会心疼这个衣服和皮鞋呢 我觉得可能分两方面吧 首先是 每天又送给魏若来的衣服 我觉得是对魏若来说 是非常珍惜的一种衣服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就是 他来上海这么多年 没有人 他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又是对自己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人送上的衣服 所以我觉得会非常 王阳老师怎么理解呢 就是这个 为什么他会首先说 很心疼衣服和鞋 这个这一段 哪一段 就是他对沈静真说 我首先最很心疼的是 我的衣服和鞋这一段 就很有意思 其实对于若来来说 是一个 市井中的一个小人物 对于他 他能营造的一身体面 对于他这个阶层 或者他这个年龄 或者他的收入水平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他刚刚有这么一身衣服 然后 而且还是师傅 带着他去买的 当然了 这个六十大洋 不是沈途南富的 但依旧是 他是六十大洋 他那时候工资刚十五块钱 还挺对的 对啊 这一身衣服除了 对于沈途南对于在价值方面 给于若来的肯定之外 更多的是他若来更像是跳出了 七宝街的某一个 一个圈层 可以很体面的面对自己的工作 少了一些自卑感 他刚刚穿上这么一身衣服 就被林乔松 连弄成这样 所以他的那种反讽 实际上 有更多的力量 而不简简单单的 就是为我来心疼这套衣服 那我们评论区的朋友们 有没有说 如果是心疼为我来的 可以扣衣 心疼这个衣服的 可以扣衣 肯定都是二吧 是吧 那不可能吧 那两位老师有没有 就是互相就是觉得 对方在这个剧中的那个造型 有没有比较印象深的那一套啊 就是说互相对对方的西装造型 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反正看 看一博穿的第一套 那个麻布那个衣服 穿了很久啊 好像穿了十几对吧 对十几 我说虽然你一直没换衣服 但是这身衣服被你穿出了 非常高级的质感 非常像大牌的时装 现在因为有些衣服 在追求这种 这种有机棉的这种感觉 或者是麻质的 所以他衣博穿出了那种 随性那种chill的感觉 很厉害 那衣博老师来说一说 王阳老师的那个服饰 我没什么特点 就是西装吧 那个面试的那场戏 在那个神宫馆 然后在我面试 我看是王阳老师 坐在那个 自己的办公桌上 然后就大油头 有一种教父的感觉 然后灯光又很黑暗 那一身气候很酸 是王阳老师的这个整个造型 就很像那种教父的那种形象 哎呦 人家的教父 千万我 这太太阳了 但是没法比这个 你不许再叫我老师 你叫我阳哥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网友啊 就就对这个剧情会有一些蜡评 比如说呢 有网友说 哎 魏若来进入央行 是一个令人心动的offer 想问下两位老师 魏若来这个工作 是令人心动的offer吗 魏若来 我觉得如果对于一个能力不济的人来说 这个offer其实是没有任何用途的 只会让自己变得更惨 你会意识到自己的短板很多 但是对于你是抢手中的抢手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offer 一个位置 你可以通过这个位置 可以见识很多 可以长进很快 可以更快的让自己的价值得到体现 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一个 令人心动的offer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能担得起 那沈涂兰觉得魏若来身上的一些优点呢 是他哪些优点符合这个offer的需求 首先是要认同魏若来这个人的品性 就是他的德行是什么样的 我从沈涂兰的立场来看 视角来看 魏若来一定是一个品性非常纯良 很纯粹很善良的人 还有就是魏若来应该是一个在某些方面会非常非常执拗跟专注的人 他对自己有要求 他不是那种轻易放水的人 他认同的事他就会一条路走到黑 这个实际上跟沈涂兰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就是沈涂兰为了为了铁血手腕为了政策 他可以做这样的事儿 若来一波的扮演的若来同样在很多方面也具备这种特质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是确实 我觉得魏若来这一点就演得特别的淋漓尽致 我看到弹幕里面有网友问说 那个皮鞋后来给阿文了吗 若来后来那个皮鞋又给阿文吗 好像皮鞋跑起来会更累吧 也是阿文穿皮鞋就跑不了了 那其实呢 你看魏若来他不具危险去保护央行的财产 然后沈涂兰就去搭救他 那一段大家也看到也是很心揪起来 觉得魏若来都变成了潦草小狗 看现在就很像潦草小狗 这个应该是工商吧沈涂兰老师 那一定是工商 他是为了保护央行的财产 而且不是每个个体个人都可以为了公共的利益 舍弃自己的生命 所以沈涂兰那场在拿了手帕给若来 脸颊把血擦掉之后不说了他们 人家数到三要开枪了 你还不放手 对吧 你命都丢了 你怎么保护财产 但虽然他是这样说 可是实际上心里面真的很心疼 也很看重 这个年轻这一辈的 他对于很多东西的这种专注 不容易 很不容易 那这场戏应该拍的还比较难嘛 就为了来老师 这场戏应该拍的比较时间上啊 或者是当时有什么事情发生嘛 因为看到大家很心疼 时间上到了 或者是说 就这场戏怎么拍的 有没有花絮什么东西 就是在一个夜晚拍的 当时有没有一些 导演会反复要求什么 一个画面之类的 可能就是 因为他是属于动作系嘛 有一些动作是需要 演员和演员之间配合的 因为我们并不是真的 呃 呃 吴打演员 所以可能会和演员之间的配合上 会有一些时间上的 嗯 所以别的文系的话 其实 那都很严重 嗯 我看到有大梦里面有说说 电击那场戏啊 是一条过的 那条那那那那场戏是 那场戏怎么样 就是那场戏回忆一下 当时什么样的场景 我不记得一场戏 嗯 然后什么场景 嗯 就在监狱里啊 然后一个冬天 然后把我掉在那里 一条 我们看这样的 然后 嗯 对 因为 因为 我们并不会 真的被变击过嘛 也只能去查一些 真正的资料去进行 我好奇 你们做一些准备哈 谁能买这个的上一套 反正那场戏就是看得让人很揪心 而且就感觉很真实 所以现在很真实 很真实 就是聊到那场戏 我就想 呃 插个话 嗯 我跟一博的 第一场对手戏 嗯 就是那场他被吊起来 被打得很惨 被林乔松 虐待之后的那场戏 那天就像一博穿着 是一个很冷的晚上 上海 嗯 我们刚开机 一月底下的冬雨 下的冬雨 非常冷 我印象中 我进了现场 那天起码 我估计零度左右吧 嗯 一博就穿着衣衫褂褛 然后浑身涂着血被吊在那儿 嗯 我映入我眼帘的时候 那种视觉的冲击力很强 嗯 这是七一 然后呢 我想那么冷的天 一博应该怎么会都会对自己好一些 嗯 可是从拍那场戏一直到那场戏拍完 一博基本上没有离开过现场 没有 就是 拍完我的 拍完一博正面 拍到我正面的时候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一博 他是 我是服侍他的 他的脸的位置比我低 一博就穿着衣服就蹲在那儿 给我搭视线给我搭词 我说一博不用 我说你穿上衣服可以休息 或者你站在旁边搭词 一博说不 说这个我这样是应该的 从那一刻开始 我对一博的印象就极其的深刻 我 我会很感动 因为那天真的很冷 他为了我搭戏的这种真实的感受 没离开 一直到 拍了那场戏 一直到我跟一博之后的每一场对手戏 一直到我杀青 一博杀青 我每一场戏的 只要跟一博是有对手戏的时候 一博永远是给我搭戏 非常难得 非常不容易 所以真的好样的一博 其实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因为刚入行的时候 我遇到了很好的演员 对 黄大为老师他告诉我一定要这么说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因为感情都是不可能平衷而难的 我觉得人不可能对着空气去演一种 我觉得这是太难的事情 所以做演员 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比较难得起来很清楚的企业 所以我觉得我既然做演员就要去批判 大家都是做演员 就是不能说你自己演好了 然后你就不要管对手了 所以我觉得 这应该是演员应该做 那我不离开现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当时有一个火屋 我觉得在那就躲得很清楚 哈哈哈哈 这让真的很年就是从那个 从那个雪姜 嗯 雪姜很方便 你刚才待在那个火炉旁边哽住我 天呐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看这部戏的时候 就能能够非常强烈的感知到 就王一博老师这种信念感很强烈 刚刚我们也看到就是跟林乔松的这个对手戏啊 就刚刚是林乔松跟跟魏若来一段张力很强的对手戏 其实林乔松跟魏若来在网上也非常的很多梗 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个是猫和老鼠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剪辑那个画面就很像 就 对对对 我没有看剪辑但我看了那个 就是 对对对 他他不仅是审讯他之前就是比如说我先自首了 然后我又先我又先打电话报警了 我让你一点错失都找不着 就那种追逃的些非常像猫和老鼠 嗯 两位怎么评价这个猫和老鼠呢 就网友的这个梗 这个 这个 沈图南老师怎么看 这个 我觉得特别形象啊 我 伊伯 伊伯很很高挑个子很高 鼻裂 当然了 我觉得说的是Jerry是是种包养 Jerry 多聪明的小老鼠啊 对不对 永远是 是这个汤姆要干拜下风的 那确实林娇松在这部戏里面 基本好像在智商这一块 从来没有赢过魏若来 一直是被牵着走 一直抓不到把柄 他即便有这种抓到若来 可以行驯他的这种机会 也只是所谓的气势上赢了一点点 但是 智商和大的这个格局上面 他永远失败 所以这个碰汤姆就是碰汤姆 所以魏若来是汤姆 那魏若来呢 你觉得自己是汤姆还是Jerry 魏若来是Jerry Jerry是个老鼠 他叫汤姆猫 那魏若来呢 你自己怎么评价这个猫和老鼠 你自己觉得自己是Jerry还是汤姆 反正把我写成了Jerry 比较机灵的那一个 这时会更机灵更聪明 就是很多事情会想比较周全 对于林乔松来说 那林乔松之后还会抓人吗 就是会对为难你们司徒鸟吗 他为图了一部戏 为难了一部戏 那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 要一直期待下去 这个邓汤姆一定没有好下场 但是他有一颗傻傻的执着的心 其实天阳这部戏 这个角色和演的也特别好 天阳是个特别帅的男演员 但是这部戏 他宁可给自己扮丑 磨的黑黑的 造的挺糙的 包括牙有的时候做一些特效 也很敬业 所以现在的年轻一代的演员 天阳比我小一点 一波比我小很多 他们都让我刮目相看 我觉得这两个真的是 包括三位的角色都塑造的非常好 嗯 那我看到很多弹幕里面有人叫 本位要来是金融乃厄 怎么看这个金融乃厄 还有最强大脑 怎么看这个这个称号 看不懂 为什么呢 就是不想看懂 哦 就可能说您还是在金融界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成长期 之后会成长成一一一条大恶 不知道哎 嗯 好 嗯 那你看现在沈静真已经出场了哈 现在 现在沈静真已经把把我们的为我来接回去了 沈静真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哈 嗯 为我来有没有想过找沈静真去还钱啊 就之前不是见了两个姻缘吗 我觉得没想没想过 他可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 嗯 其实那一刻还挺危险的 我赶紧不要不要去接触 就最好别见到 哈哈哈哈 对 嗯 所以给他就给他了不管了 对 那那王阳老师您有在追剧吗 就是现在现在有有有知道沈静真已经开始偷家了吗 他一定是一个不安分 他就是女版的Jerry 天天就是小耗子 这个我没有 我只有昨天看了羊妈的两集 之前没什么时间跟机会 啊 但是 剧情到哪一步 其实每天还是会有看一些卡 了解一些 嗯 那你已经知道那个沈静呢 沈静真是偷家的小妹妹了 给大家画个重点了 嗯 嗯 神兔那已经知道妹妹在干什么了 嗯 好 嗯 那那那个就是比如说 嗯 网友们觉得 魏若 魏若来是七宝街的团宠 然后魏若来对七宝街的这些朋友们会怎么看呢 是 跟他跟他跟那个房东阿姨啊 还跟阿文他们后来关系会怎么样 他们后来的关系会怎么样 嗯 啊 现在现在的关系怎么样 现在的关系很好 哈哈哈哈 七宝街还有一些没有什么日常我们是没看到的吗 就是比如说 七宝街有馄饨啊 嗯 然后还有卖 就是打铁的 然后 就挺热闹挺 很有生活 嗯 在那里 都还挺开心 每个人都喜欢 嗯 那 呃 拍摄期间还有什么小趣事吗 就有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嗯 你看这个这个鱼儿这场戏 鱼儿这个也很可爱啊 有没有什么小趣事这种拍摄的场景 吃饭的这个场景啊之类的 以后要吸取教训 谨言慎行 不要冲到负责 比如说小姑父这场戏 有没有什么有什么有趣事啊 或者难忘的事情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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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呢 一起 干杯 哎 这里很好玩啊 这里 这是俨然一家人的 我们 吃饭的戏 拍了有没有一周 哈哈 一波 对不对 我们每天就在互相看着笑 嗯 连着拍了好多天吃饭的戏 啊 挺有趣的 哦 就这场戏拍了一周是吗 不是这场戏 我们有好多吃饭的戏 哦 那就一直在吃饭 一直在吃 啊又要吃 明天还要吃 就很有趣 哈哈 那 那么那种动作戏呢 有没有有意思的时候 动作戏 比如说追逐啊 或者是那种 哦 后面有一场很大的爆破 就是当时还 哦 还 你带人呢 吓人吗 吓人吗 是觉得 嗯 这场大 哇 然后 先生是后来赶到的 哎 我是当时 是在那个十字路口 嗯 哇 很想 哇 嗯 汽油段应该是 嗯 哦 那我们那那我们就得期待一下后面的剧情 肯定是个大的热点 嗯 那么就是比如说 嗯 嗯 那有 比如说啊有没有跟姚晓峰导演啊 姚晓峰导演幕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大家就合作的时候有什么 有什么 姚晓峰导演有什么要求之类 他是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气质的导演 可能是有点吧 嗯 我觉得导演很有能量很多过 嗯 非常有剧情在现场 然后会一直调动大家 调动大家 然后反而有很多很多的剧文 嗯 然后也会 出发奇想在现场上更多 听我哥瞎说 他的话能信吗 一些 就是剧本之外的 就是 对 一博应该也是一第一次跟姚晓峰导演合作吧 是的 嗯 小峰导演他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方式什么的 比如说 比如说唯图剧本呢 或者是有什么要求 呃在进组之前就是有唯图剧本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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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的时候就是叫我 然后大家也会演出一些 嗯 演个突然也会想出一些别的领导 那他是一个那种 对对你来说是一种鼓励型的导演呢 还是一种严格要求型的导演呢 都有吧 嗯 那王瑶老师跟姚晓峰导演的合作呢 怎么样这次觉得 嗯 像一波说的的确导演是一个有能量的导演 嗯 他是不怒自威的 他不是一个在现场经常要发脾气 来让自己显得更有声望 更有威力的导演 嗯 他给演员足够的空间 但是他也会对某一个角色 或者每一个角色有他自己的认知跟理解 嗯 他会跟演员去探讨一些对于表演上的定位和方向 嗯 还有就是 导演对于画面的美学要求非常高 嗯 他是懂摄像懂光 懂很多东西的人 嗯 所以演员跟他合作 其实把自己交给他是可以很放心的 他就像是一个舵手 可以领着这一船人 朝着一个很正确的方向去 去一起前进 嗯 是看得出这个画面 导演对这个画面的要求应该是很高的 嗯 因为这个画面是有那种电影质感的感觉 对我们的摄影指导 周文操也是非常棒的摄影指导 啊 所以他们在一起 在我看来是 从专业的层面是强强联手 嗯 而且感觉就是 魏肉莱老师的文系啊 也设置得非常的好 各种台词什么都特别好 嗯 那两位老师能不能回忆一下 就进组之后的第一场戏和最后一场戏是什么呢 第一场戏就是刚才我说一波 受刑之后我去问他 我说你到底 这个谁是不是你杀的 就那场戏是我们第一场 嗯 一波杀青跟我的最后一场戏 是大结局的 我们两个头一场戏 也非常非常精彩 啊 我觉得这两场戏还有一定的寓意 嗯 站在火车上 然后两个人 我不能剧透太多 但是一头一尾 其实更像是一个轮回 嗯 对 嗯 对 这两场戏的一头戏 位置真的很好 嗯 嗯 尤其沙青那场戏更像是 剧中人物关系的一个终结 但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嗯 哇 我有点猜到了这个走向 哈哈哈 那一波老师对最后一场戏 有什么印象吗 什么时候出来的 哦 其实最后一场戏其实还挺复杂的 嗯 他真的做了一场戏 但因为他连贯了很多 嗯 他不是 他是一 很大的一笔 但是 是前面连了很多 所以也是 在那边一直拍了很多天吧 很复杂 都到晚 对 嗯 我看到有 我看到还有网友说啊 就是说像央行如果有个工作群的话 然后两位如果各自在群里面是什么样的担当 就如果是央行是工作群的话 两位比如说有群主啊 有潜水员啊 有什么什么之类的 管理员啊 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担当 我肯定潜水了嘛 我肯定不会 没事发言 对 我看看大家怎么工作吧 嗯 潜水大脖子 我来的话是管理员 我自己的话是潜水员 哦 哈哈哈哈 魏若来是确实他很 他是那种管家的感觉哈 也很勇于担当 哎 我们看到魏若来已经回到七宝街了 哇 这个这到这里 衣服还是属于不论穿什么衣服都能穿出高级感的人 是的 这么一件随便的大衣你看看又被你穿出了高级感 是的 我真的觉得他当时在那个就是去举报那个李慎达的时候那场戏的衣服特别有叉季风就是那种粗步的那种线条特别有叉季风很好看 哦 你看你看房东对他好好呀 周仪 周仪 对周仪对瑞若来真的是很好 杨坤老师演的也好 嗯 对对对对 哎 你不是呀 你不是不就好了 每次拍七宝街其实花的时间很多 导演要让背景所有的这些群众演员 嗯 都要跟环境跟这场戏融入的特别好 嗯 他要求的很高 这个视景器 烟火器要拍的很真实 包括一博 我记得好像就你刚才 说的那场穿袜子早上起来要去面试那场很荒荡那场戏 好像那戏是不是拍了两天啊 对对对 拍了两天那也是我进组的第一场戏 嗯 哈哈哈 对进组拍第一次后的第一场戏 对对 然后拍的非常细致 嗯 细致 就是先拍的楼上然后再拍到楼下 然后楼下有很多这一分 然后刷牙啊什么的 然后躲周仪啊 嗯 嗯 嗯 所以当时那个穿袜子那个细节是是导演设计 然后然后一脖子有没有加什么心思在里面呢 嗯 好像是导演设计的吧 好像是 嗯 哎 现在 哎 马上涨租了你看 哈哈 刚刚对他好马上就涨租了 嗯 嗯 摇草小狗啊 这个造型看摇草小狗啊 哈哈 哎 我们网友说 我们网友说七宝街的氛围很好 希望一直这么下去 会吗 会一直这么下去吗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会的 嗯 又说就剧透了 哈哈 哎 那 其实 我们看看 现在可以看看这个哈 这一这一段也是 这段也是个长镜头 这个戏有很多长镜头 嗯 嗯 很多 我发现这个戏就是跟感觉很多那种长镜头 然后很多那种交响乐的那种那种长镜头转场 嗯 就要到沈途来老师了 你说我又有妹妹 又有妹妹疼 然后在这么好的环境 一对比七宝街若来的房间 哎 哎 真的是 但是你妹妹在偷家呀 你现在还不知道呀 哈哈哈 小Jerry 嗯 哎 一博老师有 有人想问您对七宝街和邻居们有什么感触 客户就非常文心 大家 呃 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 嗯 我们是冰工厂 这些资料都是 冰工厂这边 嗯 哎 那么 那么王阳老师有没有是追剧的话 有没有画出一些重点呢 比如说你觉得哪些哪些哪些情节一定得看 那种 我没有给自己预设很多哪个场景会是高光 我要去刻意去追 其实这个戏 嗯 我觉得好的地方就是我没有办法 去区分的哪场就是好看的哪场 就是好看的哪场 可以忽略不计 是 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 它更像是一个曲线 啊 像个抛物线有高有低 那你有湖光的话 你有高光 那你一定是需要前期很多戏的一些铺垫 如果只是单纯的关注一场戏 那其实所有这场戏的高光所蕴含的力量和光彩 你其实感受不到那么强烈 你要连贯的看才行 所以我也希望说 观众也好 还是喜欢这部戏的人也好 尽量不要倍速的去看这个戏 而是真的你能沉浸其中 跟着剧情跟着演员的表演 大家共同的呼吸 共同的气息来看这部戏 如果快进了的话 他就感受不到魏若来的那种呼吸感 其实还是不能够倍速的去看剧 那王一博老师有在追剧吗 我也是在片段式的看 有没有一些重点 比如说给大家提示哪些魏若来的情节是重点 不能错过 其实在魏若来这条线上 他累积都还挺重的 因为他一直在成长 一直在遇到不同的事情 所以就像杨哥刚才说的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慢速的认真的 沉浸的去看这个戏 这是七宝街的这一段长镜头 就很深厚 不好看啊刚才对 有鸡那种 还有那种什么 烙饼啊吹饼啊 然后有铸铁打这个弄锅 人间烟火的感觉 对 受伤之后 准备重新打几天神去上班了 其实感觉像魏若来的眼神啊 从这一集开始就变得更加坚定了 之前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迷茫的感觉 就魏若来有这样的感觉吗 嗯 因为刚进入央行嘛 但其实他也有很多的位置 我觉得因为我这些事情之后 跟天神有过去 这些事情那个 我觉得这些行 就慢慢和更大一种力道 嗯 而且而且其实慢慢也知道自己的使命了 感觉 哇现在回到了央行 很不一样啊 这一场很不一样 你看这个 这个卖者这种自信的步伐就很不一样了 和第一次进来是很不一样的 这段演的还挺不错的感觉 哎 我们看到黄秘书了 刚才我们不是说央行工作群吗 那么黄秘书是什么角色呢 哈哈 哈哈 嗯 一波觉得从云觉得宋帅应该是什么样的担当 哈哈 血理手 哦 黄秘书说那我走 哈哈 好 这马上要给魏罗尔来给平反了 脱罪是为了你为了央行 这次我让他走 同样是为了你为了央行 哇 现在开始 嗯 现在沈途南就开始已经非常的 非常的维护魏罗尔来了 那已经彻底 嗯 彻底认可他了已经 我喜欢沈途南这场戏 一会儿说的最后那句话 你可以看 马上就到 嗯 来我们来屏息看一下 稍微把有些事情往我身上扯那么一点 他就没事了 不用受这么多苦啊 邓助长 哇 这带着哭腔啊 这这句 你能让我人为他不管吗 你冷静冷静 我只要冷静 人 可以驱离遗害 但不能忘恩 但不能建立忘义 建立忘义 嗯 嗯 这句话是真的 嗯 嗯 其实 都不容易 这个师傅也不容易 嗯 而且我感觉就是两个人理念是特别合的 就从他们最开始的对话 感觉他们两个理念特别合 魏肉兰也是一个家国情怀 然后特别特别那种 对 对 热血气 这场戏导演特别重视 嗯 就是这个拜师这场戏 他拍的非常细致 很多镜头 嗯 很多镜头 啊 啊我这这个我很期待的一场戏来了 这个 嗯 是马上就要拜师了是吗 马上 嗯 嗯 秉析来看一下拜师这场戏 他没必要 如果你还有一丝尊严呢 就请你马上离开 其实黄秘书对他也是很忠心的很好 是 是 嗯 一秒钟就不够带 魏肉兰 哇 对峙了 先生 啊 我 我这个镜头真的 哇 这个镜头真的 我真的好感 真的真的好 真的你们俩的节奏真的好好啊 他也很用心在拍 嗯 大家也演得很沉静 嗯 而且一博和和王阳老师的眼神是真的非常的有信念感就是能够感觉能够动穿的那种感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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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弹幕弹幕弹幕就评论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都开始沸腾起来了哈就是大家听到这句真的 曾经说我呢 我呢 我我为什么不行 哇 这句 啊终于被试了 嗯 哎 两位 这次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成片吗 对 成片剪出来的第一次看 哇 有没有什么感受啊 就是看到这个片段有什么感受 我还是有点眼圈是红的 会被带入 嗯 其实这一个不是在演员在看戏 是 嗯 是跳脱出演员 我们在 更像在看剧情里面的沈途男跟 被我来两个人经历这么多之后 啊 成为师徒的感觉 还是不容易 是 因为我看到看到两个人的那个脚步很坚定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眼圈泛红了 对 我不是我来看到这个戏的时候什么感觉呢 就看到这个场面 应该这也是一博第一次看到这个成片吧 对 嗯 怎么说呢 嗯 因为 我有时候不是特别喜欢看 嗯 但 如果 都看完之后我觉得 我平时很好 还是会觉得 开心 嗯 嗯 我想请在场的各位 这场戏拍的时候就是这样拍的吗 是拍了几条这场戏 因为他 嗯 嗯 因为机位特别多 嗯 对 导演很认真的去拍这场戏 嗯 包括拍大家的反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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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今往后 其实在拍戏之前全部消化掉了 嗯 一博 我经常问他 我说你有的大段的台词 嗯 我说你可以倒背如流 其实不是在调侃 是真的一博把那个台词已经熟悉到那个程度 因为你只有熟悉到那个程度你才能让自己的表演变得更自然啊 啊 因为台词不再是你的负担 那我说你这么多台词都什么时候背 有的时候卸妆时候背 有的时候洗澡时候背 有空就背 他非常用心 对 是 刚才看到一博的那个表情 他的眼神啊 其实都是他不说话眼神里面也会有那种戏的感觉 就真的是那种非常入戏 那段是很真的很让人感动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把这段戏结下来可以反复的反复的收看拉片收看 还挺好 其实 在我的理解里面跟一博相处了四个月吧将近啊 嗯 差不多都有个110天左右 我是1月20几号进组的 嗯 一博我们5月5号左右差不多结束 嗯 嗯 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一博跟若来 有极为极为统一的一点就是非常的专注 嗯 还有坚定 嗯 一博平时 虽然他也是慢热他也会开玩笑什么 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大多数时候一博都是在思考 嗯 都是在观察 还有就是从他的眼神里面经常传递出来 让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词非常的坚定 嗯 他的眼神跟跟魏若来有极其大的重叠的部分就是很坚定 嗯 我从一博的眼神里面总能读出坚定 这个对于一个年轻人 不论他做什么职业 你眼神中可以读出这种讯息的话 他一定会有他的成绩 嗯 是的 就看刚才那部那那段戏的话 我是真的很能切身的强烈的感受到就是 嗯 一博是一个极其有内劲的演员 我觉得内劲要大于你会外放 因为内劲是最珍贵的对于演员来说 有内劲你的内核才会强大 嗯 你才能够抓人 否则如果只是靠外在的一些技巧啊 手段呢 其实没有那个力量 一博有 他的内劲很强 嗯 那一博老师当时跟 嗯 当时跟王阳老师对戏有什么感受呢 嗯 因为我觉得杨哥气场很大 因为 第一次跟杨哥拍就是在拍那个 平显的那个戏 那是我跟杨哥的第一次见面 嗯 当时杨哥搬上然后穿上西装首先来这 气场就会让我感觉真的像一个师傅一样 嗯 那种感觉 嗯 不知道杨哥之前有做过什么准备 但是就是在进入天场的时候就会让我 有这种感受让我就会直接相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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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当才那 嗯 你说 我做的最大的准备就是 我跟一博第一天第二天呢 我发觉一博是一个有距离感的人 因为他害羞 嗯 他也偏慢热 嗯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是这种人 我肯定比一博要活泼 但是我也是一个 我是一个爱人 我不是一个艺人 那我做的最大的 我是爱人 我做的最大的努力 其实就是 每天跟一博见面的时候 我多往前迈一步 我让自己先开始一个话题 我会跟一博主动交流很多东西 哪怕这个不是我习惯的 和人接触的方式 这个不是在示好 是我们要演试图 我必须要用自己的一个主动 来打破这种番离 让彼此有更多的默契 让彼此熟悉一点 然后发觉过了一周十天之后 这个方法抽笑了 就是一博在我面前会显得放松了 也自在了 对 就是之后的戏大家就会更相信对方 这个是我有所准备的 这个是我有所准备的 因为我记得 之后我们就拍到医院里的戏 然后去看病 然后我就 把这人都真的开始去主动 但是我也很疯狂 我也很疯狂 如果我有时候 不太知道怎么样去看 那就是 然后到拍央行的时候 我们央行几人组 每天就有很多乐趣 包括宋帅对吧 师傅 宋帅把这个角色演的那种 憨憨的感觉 那种忠心演的特别好 他在现场有的时候 他的一些想法设计 其实在我跟一博看 会不会有一点点过 可是最终的呈现 还真是把这个人物演的很生动 挺好的 挺厉害的 那一博现在看这个 刚才拜世的那场 然后有没有有没有回想起来 为了我来 为了我来那个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就是当时听到 沈途南说说自己是关门弟子 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 能够回忆起来吗 这个方案早就通过了 你们汇丰的方式 我觉得会很复杂吧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 就是刚 身体好了 然后来上班 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而且前面又是大家对他的那种反应 然后突然有 所以沈途南他的事情 为他站出来 站出来 然后有什么 我觉得会非常非常地复杂 但是通过复杂之后 然后又拿到笔 然后去拜的时候 我觉得一定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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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去表达的一种 我看可以在他脸上看到很欣喜 然后又非常复杂的那种一种感觉 那么沈途南当时又是什么样的心境去收图的呢 还记得吗王阳老师 其实你让演员去分析 那个当下我到底想了什么 我也很难用制言片语组织的特别好 我严谨意外的去说给大家听 我只是说 那个时刻我知道这场戏的重要性 我也把剧本的脉络捋得很轻 这两个男人一大一小 就是这个一个是偏偏前辈 一个偏后辈 两个男人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他这个规定情境到那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我也没想太多 我更多的就是我看着一博的眼睛 我看着他怎么演 我觉得大家要在一个频段上去呼吸去感受 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想什么镜头你从哪拍 你哪个机位给了我 我应该怎么照顾镜头 我们演员能负责的 就是在那一刻尽量让自己专注 纯粹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拿出来 而不是技巧 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有天赋的演员 但是我有的是一个诚意 我跟一博也聊过 我说可能你用真诚来演 任何角色哪怕我们的技巧达不到 但是真诚的东西一定是会被人感受到 嗯 所以 有人问说 一博老师觉得自己跟魏若来有几分相像 就是这样 他身上的什么品质是你比较喜欢的 我不会让他们跟共产党达成任何的协议 嗯 感觉对魏若来和一博都是那种内核非常强大的人 嗯 哇 这里这里是应该已经 开始到了下一步的那种 战斗了 嗯 一博是一个内核很强大 嗯 情绪 情绪价值极为稳定的年轻人 我不是在这说我 我品评他是年轻人 不是说因为我一老卖老没有 因为我确实比他大太多了 但是有的时候我都做不到他情绪那么稳定 我不知道是什么锻造了他的这种情绪稳定 可是这种情绪稳定这种情绪价值的 这种 我觉得一个这么年轻的男演员 很难很难做到 但是一博做到了 所以这点是我挺高看一博 因为我做不到 有的时候我也会急躁 我也会焦虑 我也会有的时候失控 可是我这几个月跟一博的相处 一博从来没有一次是这样 他一直在一个可控的情绪区间 在表达自己的情感 表达自己对这个角色和工作的理解 他很棒 那一博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一点怎么做到的 你不要负责任 你只是协助 不要选择 我也不知道什么回答 感觉您是特别专注于自己当下的工作 然后就心无旁骛的那种 集中在一个事情上 你不去想其他东西 你可能会比较控制自己情绪 我也是最近很 嗯 最近一段情感 就是我提起波动 确实比较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我觉得 任何事情 急也好 不也好 你去表达情绪 你都不会很紧张 解决任何 所以 我觉得这些情绪 可以 但是 不过 你不要太激烈 嗯 因为人嘛 都会有这种欺赛 但是 你可以 我觉得是可以完全 很好的去控制 那感觉这 对 这感觉也是跟魏若来最像的一点 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很情绪稳定 内核强大 然后非常意志坚定的人 这这点也是 而且感觉就是魏若来从感觉回到央行 向贵妃回宫的感觉 就像那个西妃回宫的感觉 就是他他回去之后肯定会有一大番事情 对吧 肯定之后会搅动风云 对 一定会 嗯 这个 其实就是一直都会有事 然后就会很好看 哎 这场就是这场戏 你看跟那个林乔松 他们这种对峙的这种戏份 也挺多的 然后有 有没有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场 就是这种大家 大家文系台词很多的对峙一场戏 我们的气场永远是压住层门 没办法 正义 永远要打败邪恶 Jerry永远是 领着Tom跑的 哈哈哈 现在现在到这边 李庆这边了 哎 学齐老师 嗯 学齐老师的戏也挺好的 那哪是好 用好字能行为 初神入化 哦 来介绍 十六集吧 这些实验室 哇 十六集已经放完了 我是真的 舍不着追屏 我要不是为了今天陪看 我真的舍不着追屏 太好看了真的 三条线又很烧脑 我感觉每条线都有分析的那种 很强的那种可能性 就像那种未来的成长线 然后师徒线 金融线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一条革命线 真的每条线特别好 嗯 后面的情节会更跌倒 所以大家继续往后看 不太会失望 往后看就好 哎 那那两位老师 能不能用一句话来 安利一下 我们这个后面的情节 吸引大家去追剧呢 一波先说 嗯 反正看就对了 看就对了 嗯 来 大家 看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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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s 看就对了 plus 我们师徒两位哈 都已经 都已经 对大家发出了霸总宣言 大家一定要看 好 嗯 其实我看看 那我们看我们的那个弹幕里面 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呀 我们现在给大家最后演时间 弹幕里面有没有想问的呀 嗯 这首歌也挺好听 对对对 这首 ost也挺好听的 嗯 有人说 有人说 有人说那个魏尔来是经历太多 所以就波澜不惊 感觉以后会越来越波澜不惊哈 那谁知道呢 你说我们还是魏尔来 魏尔来 嗯 嗯 嗯 哎 还有还有人说又要住 省图南和游来 师徒俩能够并立于雪山之殿 哦 不对 然后看就知道了 会不会 嗯 嗯 ok 好的 那我们看看李盛达 李盛达 李盛达后来还会出现吗 哇 比较 李盛达这种叛徒就应该 对 但到底怎么 怎么 对对 往后看 好 ok 好的 嗯 好的 那我们现在 呃 离我们直播结束也很近了哈 我们直播结束很近了那我们现在大家来再到了大家最期待的环节了这个我们的追风者到底能不能热度破万呢然后如果破万的话两位老师打算立什么的flag 哈哈哈 我立什么flag还要立什么flag 破万 对我们如果为热度破万的话能不能立一个flag 我想听一博先立什么flag 我们在签机形式吧 啊 破了再说吧 但我相信肯定可以破了 好 王阳老师呢 嗯 嗯 我也相信 肯定破与破 啊 如果 一博到头立什么flag 我要能配合的话我一定尽力配合啊 虽然我老哥不老腿了啊 好的那我们我们直播就今天到此结束了 感谢两位老师跟我们一起陪看那么久 好我们接下来已经要关注我们的追风者 接下来的剧情很精彩了不要错过 谢谢各位主播间的朋友们 然后Top10的互动可以得到一张那个爱心意的约卡啊 那系统会自动发放 好的我们谢谢再次谢谢王一博老师和王阳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一博保重咱们再见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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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拜拜 OK 拜拜 嗯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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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